你好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华林县府今天办理2023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第一梯次摊商教育训练 宣导讲解活动流程、摊位管理机制 以及设置规范、行动支付、卫生意识 以及环保餐具等等 将与摊商们一同打造更加优质的活动体验场域 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是亚洲最盛大的世界级文化活动 除了呈现出具国际及特色的乐舞展演之外 就有活动让在地原住民摊商进驻 让民众以及游客看见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摊商让服务涵盖的美食、饮品、农特产品、办手礼以及工艺 还有独具特色的烤群柱 可以说是持核玩乐以应激权 幸福原住民显得出表示 为了增加整理性活动的品质 今年招商方式首次采用评选的部分 邀请专业领域的老师精心评选出具有创意性、文化性 以及环保性的优质摊商 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堂位的质感 教育训练提供了布置小巧课程 引导大家可以使用石材、木材以及树叶 进行装饰 总和南岛民主文化的特色 各位都能够参加 这次太平洋南岛联合风轮节 7月19到21的活动 也代表许正位县长 恭喜各位都可以入选到我们这次的 创意商也是我们的伙伴 首先我要先 有一件事情想麻烦大家一下 就是说 因为0403跟0423 再加上前天的火车的状况 所以花莲的产业跟经济 其实是受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想要借助这 从到现在到7月19号 也希望各位台商 如果能看到我们任何所有联峰的讯息 麻烦可以通过你们的脸书 或者是通过你们的相关资讯 去传达或宣传到各个你们的情报号手上 可能是外地的啊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 效果会更大一点 因为透过我们政府机关在宣传的时候 它的效果其实没有办法到那么多 那么有限 可是靠各位的双手的话 这样我们效果会更大 相信我们在7月的联峰 应该会更多更多的游客来参加 大家的经济产业也会更好 县府严重名称出波罗基金科科长卓成人表示 活动期间参与太平洋南岛联合丰联节 并在滩商区进行消费 也可以参加县府举办的花莲购物节 平手机扫QL扣即可线上抽大奖 好玩好吃又有机会得奖 期待只破表的夏日盛宴 记得将一块抽大奖